那我請教一下 我來自這一個台中的土木技師 龔祥誠大哥 嚴家這一次也讓外界大開眼界 是各式各樣的土地開發跟投資 那特別是最近爭議很大的 這一個莊園帝國 看起來真的是違建 真的是到處可見 這個您管好 這個這次這個我們看到的資料 可以從這個建物測量成果圖來看 這邊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這有一層兩層三層跟四層 那每一層都有一個化差的部分 化差的部分其實就是天井 然後你可以看到計算室中 有把天井的面積扣掉 但是呢 現在我們實際從這個航照圖所看到 空井消失了 所以一事違建的第一部分 就是天井 這個是屬於水平增建的部分 它把它補起來 那有關於水平增建的部分 我們還可以看到很清楚 就是在照片中可以看到它有露臺 那露臺跟陽臺的差別就是說 露臺的上方沒有建築物 陽臺的上方有建築物 那現在看到清楚就是露臺 但是大家來看 不論是一樓的平面圖或是二樓的平面圖 建物側會的平面圖都看不到露臺 所以水平增建的部分就看到這個是露臺的部分 第三個就是所謂的現在有只有四層樓 現在看到可能有六層樓的狀況 所以有水平增建的兩層樓 還有一個就是建物的地下室 好像也有停車的狀況 所以有這四個部分呢 是有關於這個住二的這個豪宅這個部分呢 有疑似違建的狀況 那同時呢我們去看一下就是台中這個區域呢 事實上是位於台中港柯定計畫區 那是都市計畫區內 那都市計畫區內呢 我們來根據使造的結果 看得非常清楚 這個案子呢是屬於第二種住宅區 那根據土管的規定 第二種住宅區呢 是所謂的坡地住宅 所以其實你要低密度開發 在目前這個土管規定裡頭呢 它只有第二到第五種住宅區 住宅區越低 它的建幣率要跟那個容積率是越低的 那目前的這個住二的規定呢 這個建幣率的要求是五十趴 然後這個容積率要求是一百五十趴 它目前都沒有蓋滿 而且大家要注意 加五級的每一個 有一個關鍵的地方是 它是增建 它並不是一筆地號 也就是不是國產黨四九四 所以說呢 它的基地面積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比較大 基地面積有達到兩千七百五十二平方公尺 所以你在這麼大的基地面積下呢 你去計算所謂建幣容積率的時候呢 會比你只有四九四地號來去蓋房子呢 面積會蓋得更多 這是一個關鍵 所以說呢 那我們現在就要看說 那你這些疑似違建的東西 你有沒有辦法藉由所謂的違建有兩種 一種所謂是程序違規 一種是實質違規 你如果建幣容積率不滿 是不是可能有可能去把它增建 就是再給它補造 那目前看到呢 你現在的這個所謂的容積率大概一百二十七 那容積率一百二十七的情況下呢 如果說你依目前的面積 三樓跟四樓面積在往上增建加起來的話 大概會增加八十坪左右 所以說容積率呢 它可能最多增加到十% 這個還是有空間 不過這個可能就是屋主 它的建築師 或是台中的這個建管系統呢 看看會不會批准 它這方面的這個准許 那當然提到這個四九四地號之外 我們特別要大家所要關心的就是說 這個四九四地號呢 它的這個位置 是在所謂的這個三波地範圍 所以我們根據台中市 其實全國台中市 這個三波地查詢系統是最詳盡的 裡頭你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三波地範圍 然後呢 你是不是水庫集水區 在簡易的查詢 全部都可以告訴你 那在三波地範圍呢 我們要注意什麼 你如果在三波地範圍內呢 你就要依水土保持法的規定 如果你有開發行為 有開發整地行為呢 你就要進行提出水保計畫 所以不是只提出所謂的建造 那你要提出水保計畫 平行分會去各水管理水保的單位呢 去審查 那這樣子你的建案的時間就可能會延長 那申請的程序過程中 但是呢 因為呢 呃這個案子呢 是在102年7月就已經完工了 到102年12月再去申請這個所謂的使照 那農委會呢 事實上水保局在103年7月4號呢 有一個解釋函 純建築三波地的純建築行為呢 在103年7月4號之後就廢止了 廢止之後有什麼差別呢 純建築行為沒有了之後 你就要依水保法第12條去處理 也就是說呢 你沒辦法說 我的開挖是純建築行為 你就要提出水保計畫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案子 如果你在增補罩的話 你就有所謂的這個水保計畫的問題 更重要的 旁邊還有一個所謂的490地號 那490地號在我們的保護區 那保護區裡頭呢 我們就要去注意了 圖管規定裡頭 保護區呢 在台中港客廳計畫區 台中市政府的這個 台中市的施行 都市計畫的法的 台中市施行自治條例 有特別規定 你保護區呢 你是要國土保育 然後呢 水土保持 維護天然資源 所以說 你現在在490地號這個地方 這個莊園的這個豪宅 這個地方呢 你有道路的撲面 這些等等 所以你有沒有送水族保持計畫呢 就要去注意 而且你不能去開花整地 這是禁止的行為 好我們稍後回來